准则功能完成手机认证之后就可以预购口罩 第二成功预购者将收到缴费简讯 第三完成付款后可凭取货序号及证件 与指定的超商领取口罩 最后提醒大家网路只能预购成人口罩 定需加收物流费7元哦 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心灵讲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跟我一样很多第一次来到我们八乡古庙 既然讲古庙 那已经很久以来诸佛菩萨在这一片土地加持 所以我们今天因缘和合 大家能够在此地为佛法为众生 也为了自己的圆满的觉悟和努力 那大乘佛教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 不要自私 完全帮助众生 那这个自私那就是我们讲的我职啦 因为一直是想到自己啦 我的身体 我的爱情 我的财产 我的地位 等等 那事实上心经 金刚经跟我们说 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一个我的存在 但是往往我们都有这个错觉 错误的想法叫无名 就一直觉得我生下来了 我要读书 我要如何如何 最后哎呀 我要死了 怎么办 所以因为一直执着了这个我 而让我们所造的业卡住我们 而让我们一直在地狱道 恶鬼道 甚至不断的轮回 甚至升天 升天也是有一个我 我做了很多善事 虽然他做了很多善业 但是执着这个我 那就让他就不断的 在这个天道 再轮回 所以我们学佛 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当然一般人来拜拜 求发财 求儿女平安 求健康 那佛法跟我们说不用求 念一下善友善报 恶友恶报 这跟你宗教没关系啊 一个孝顺父母的人 他总是有他的福保 一个帮助穷人的人 他总有他的发财的福保 所以所有的善恶业 决定我们自己的快乐 乃至暂时的痛苦 而并非宗教 但是一般人没有机会 听闻佛法 思维佛法 他就会赶快痛苦就来拜拜 但是 当然每个寺庙 如果能够透着 他为了要离苦来拜拜 然后呢 就给他一点佛法 或者创造一些他懂佛法的因缘 那么让对方有机会 听到这个道理 所以原来一切的快乐和痛苦啊 都是自己的心造成的 所以各位一定要正信佛教 那所以一定要懂得佛法的教育 那这些是我们的重点 虽然我们大家来今天要办 焉供法会 消灾 超度 但是我们也不能迷信在这些 遗轨上面 那所有的遗轨 所以是要引导我们的心 进入一个正确的动机 那有这样子的正确的动机 再加上佛力的加持 再加上我们所做的 这些法界缘起律 念一下上供下施 那目的呢 都是希望能够转化众生的心 我们自己的心 但是你要去转化众生的心 那你的对象一定要靠你自己 你有你的冤心在主 你有你的父母祖先 你有你的堕胎胎儿 那必须透过你自己的转化 你转化你的心啊 然后呢 再加上你对对方的忏悔啊 功德啊 感动啊 而让对方也发起了一个 这样子的惭愧心 乃至出离心 乃至对佛法的皈依心 对阿弥陀佛的信愿心等等 那终于他放下了 所以这个心 执着就绑在那个地方 绑在那个地方 绑在那个地方 他就不能自由自在 我想信仰的起步 就是对佛的供养 那为什么要供养 因为一种信心 我们相信观音菩萨存在 我们相信地藏王菩萨的加持 所以我们只要一看到佛像 我们就会合掌 十根手指头 再背一下 香花灯土果 茶食保诸衣 供养诸佛 这个合掌就是一种供养 所以今天说 你虔诚的合掌 永不堕落三二道 人缘很好 来世升天 所以一称一合掌 一念佛 即正无上道 这是一个很虔诚 很庄严的动作 特别我们会拜拜的人 看到别人合掌 我们就很舒服 代表他对你很尊敬很尊敬 因为他对你合掌 那当然这个合掌 也代表对对方的一种慈悲 保护对方 那就是说你的身口意不会伤害到对方 身体有三项 等一下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我对你没有不好的行为 嘴巴也有四项 来 不骗你 不骂你 不说你是非 不对你讲没意义的话 口液 然后心理也有三项 来 不谦谈 不称慧 我对你没有贪心吝啬 我对你没有生气恨 我对你呢 绝对是正知正见 因为呢 你是我的妈妈 你是我的爸爸 你是我服务的众生啊 所以 由事物的供养 进入了行为的供养 所以我认为一个修行的人 不分你是什么宗教 基本上你是一个好的人格 你的身体的行为 你讲话的态度 你的心态 都是让别人感受到 你对他的保护啊 关心啊 所以希望大家做一个 你讲 被欢迎的人 好不好啊 不要做一个被讨厌的人 不要做一个 会伤害别人的人 那我想这个是 一个基本的道德 那我想拜神也好 拜佛也好 拜观音菩萨也好 我们就是希望提升自己的人格 然后学佛 学神 来帮助别人 来帮助别人 那这一点是 各位来修行 应该有的一个正确的动机 但是你要帮助别人 那你要有一个好的功德 一个好的力量 那这有佛的加持 所以我们背下十大愿望 哦我要 除了我不伤害你 我要在你身上发愿 发愿 希望为你 为你能够做一些事情 念一下 一者理敬诸佛 为了要成佛 我们要理敬诸佛 二者称赞如来 那我们要开始学习 赞叹佛 还有别人 念一下 称赞别人 希望各位从今天开始 讲话不要苛刻 好不好 不要批评 不要讲别人的缺点 再问一次 老公好不好 帅不帅 太太美不美 对啊 那你生命就快了 不然你就会得癌症 你会腰痠背痛啊 你会肾脏不好啊 所以你要你儿子好 事实上都是妈妈不好 妈妈的行为影响了儿女 对不对 所以先生的态度影响太太 太太的啰嗦影响先生有小三 因为他跟你在一起不快乐啊 因为他跟你在一起不快乐啊 所以不温暖啊 他如果乖乖在家里就得生病啊 他出去玩一玩身体还健康一点啊 是因为你太不可爱了 弄了他起心动念憋死啊 对不对 所以佛教里面讲的道理很简单啊 来 互相影响 所以佛陀讲的道理叫因缘所生法 原生原灭 所以人人的每一个人的生与异 都一直在影响别人 所以我们家里有一个贡业 贡业 不可能说你有钱 然后你儿子很穷 不可能 家里人的贡业 这个互相影响 家里一个人有忧郁症 我跟你讲 其他人慢慢都有忧郁症了 因为我们用造成忧郁症的语言行为 一直在刺激对方 有忧郁症 所以各位昨天你就知道了 你希望你妈妈身体好 你希望你儿子身体好 你自己好 他就会好 你自己一直用一个不好的心态 语言行为 错误的 然后就激发对方 精神有问题 激发对方生病了 所以佛教徒一个正确的心态 念下 他非即我非 世民争忏悔 原来别人的痛苦 别人的错误 都是我引起的 所以我要好好的忏悔自己 我好好的忏悔自己 我才能够来够影响别人 那是一个错误的人 都是你错 都是你害我的 完蛋了 你这个人不懂佛教了 真正的佛教啊 众生的苦都是我的责任 众生的快乐都是我的责任 所以我们佛教只有叫我们两个字来 慈悲 对所有众生给他快乐 你才会快乐 帮助所有众生离苦 你才会离苦 来 喜舍 我们希望所有众生都永远的随起他的快乐 舍呢 没有分别 没有分别的去爱护所有生命 那这才是你生命快乐的原因 所以那个十代愿亡的目的 是透过我们来礼拜供养诸佛 而来提升自己 刚刚讲的 以礼拜诸佛的方法来礼拜众生 尊敬众生 以称赞佛的方法来称赞别人 好不好 所以各位开始改变啊 这个嘴巴不要讲别人的缺点 这个口叶要清净 称赞别人的优点 众生再坏他都有佛性 对不对 释迦牟尼佛只是把你的佛性拿出来 你的黑暗就没有了 很简单的方法 释迦牟尼佛一成佛字的讲句话 来 奇哉奇哉 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 你看佛陀看到我们的佛性 所以佛陀很快乐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 什么是佛性 如果你不知道 那就很简单来 大慈悲心 那就是你的佛性 所以你看到任何生命 都有大慈悲心 你看到鱼都很尊敬它 你快成佛了 为什么我们要吃树 对我们来讲 一只鱼一只鸡一只鸭 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都是未来的佛 所以你看到一只鸡一只鱼的佛性 你要保护它 而不是吃它伤害它 那这个人会不会成佛 这是很 这是很